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用残酷来形容呢 就是的 一看亮哥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俩 我们俩的那个小脑袋里面的智慧都快溢出来了 所以赶紧考验一下我们吧 好嘞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看你们现在笑嘻嘻的样子 但是等候这个题一出来 我跟你说 没准可能你们的状态跟现在还真就不一样了 其实说这题就有点不太忍心说出来 那观众朋友不妨也跟着一起来做一下小小的测试 假设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 你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的话 那么请问死亡和面瘫你选哪个 你还别说啊 这个选择题确实有点残忍 像我这么要脸的人 但是在死亡面前 我还是选择面瘫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 关键这选择题也太难做了 你说这一面瘫 你说什么 生不如死 说到这块大伙终于明白了吧 为什么要用残酷这俩字来形容这个题 对吧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呢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吗 但是我想哪个答案你肯定都不会特别满意 对不对 说实话我看这题的时候也觉得内心很崩溃 你说换了我的话我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去选择呢 这样吧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这个选择题 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 今天的嘉宾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吴安华医生 掌声欢迎吴医生 主持人好 陪诊团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吴安华 本期特邀嘉宾吴安华 二级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常委 辽宁省脑疾病与脑学科重点实验室主任 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水阳市重大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健康朋友圈公益问诊全新升级 问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如果您有关健康的任何问题弄不明白 都可以向我们咨询 记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 024 2318 6065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那其实刚才领导选择的题啊 发生在一位90后的妈妈的身上 怎么样特别年轻对不对 她一开始出现什么状况了呢 就是耳鸣 脸发麻 平衡感还不好 整天就晕晕乎乎的 还有点头疼 关键是呢 这味觉还有点减退 一直就没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辗转很多的医院 终于弄明白了 医生说 你要是再不手术的话 很可能连命都没了 但是如果做手术 那几乎一定就是面瘫 哎呦 这90后的母亲 怎么就遭遇这样的一个 病魔的折磨 太年轻了 对呀 我怎么感觉这种症状像脑中风啊 脑中风呢 确实也能出现 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 但是呢 脑袋里的很多的疾病 都会出现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会出现头疼啊 恶心 呕吐啊 面部的感觉障碍了 等等的一些脑部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症状 这位90后妈妈 得的真是脑中风吗 如果你也这样认为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种疾病其实是与脑中风症状极其相似的听神经流 那什么是听神经流 什么样的耳鸣又在传递着听神经流的